第七十集 回去吧 不用钱 就算是因你牺牲的丈夫 叶浩轩白白手说道 女人一睁 然后点点头 谢过叶浩轩 便走了出去 而他身后的那个阴魂转身 也要跟着女人离开 只是他双腿移动 却迈不开脚步 在他站在的地方 一抹红色星芒露了出来 却是一个小型的复魂阵法 也正是这个复魂阵法 将他的身体锁在当场 令他一动也不能动 叶浩轩在开店的时候便想到 可能会遇到一些寻常人遇不到的病 所以便早早地在这里布下了复魂阵法 那些因阴魂缠身的病人 会用到这些阵法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要去找他 放开我 阴魂拼命地挣扎 只是他越是挣扎 下面的复魂阵也就复得越紧 最终数十道横七竖八的红线 将他的身体紧紧地捆住 令他一动也不能动 你已经死了 不能再跟着他 不然的话会害了他 也会害了自己 叶浩轩走到阴魂的跟前 平静地说道 我死也要跟他在一起 你放开我 阴魂吼道 你已经死了还不够 还要害死他吗 叶浩轩喝道 害他 我怎么会害他 我只是想跟他在一起 不想离开他 我是他丈夫 阴魂喝道 生前是 现在不是 叶浩轩谈道 你既然已经死了 就该有死的觉悟 我死了 我死了 阴魂的神色一争 露出了一副迷茫的神色 他的记忆渐渐地扩大 那天战火纷飞的情形 仿佛又浮在眼前 他喃喃地说道 我想起来了 我与毒贩火批 我中弹了 我死了 我是死了 他不再挣扎 只是睁睁地仰着头 良久才发出一阵 压抑无声的哭声 叶浩轩微微叹息 哎 生者如过客 死者是归人 你与你的妻子 已经是阴阳相隔 如果你在这样跟着他 你的阴气会害了他的 阴魂点点头 然后站直身体 我希望你能帮他治好他的病 让他健健康康地活着 叶浩轩点点头 我是医生 这是我的职责 放心吧 他会好起来的 谢谢 阴魂感谢地点点头 一瞬间 有种不知何去何从的感觉 你该回阴间去了 原本过了头期 你就该走的 现在你已经在世间滞留得太久 如果再久的话 你会魂飞魄散的 叶浩轩缓缓地说道 可 我不知道怎么去 阴魂迷茫地说道 很简单 叶浩轩双手缓缓一分 一个通道凭空出现在男人的跟前 现在已经过了凌晨 通往阴阳的路随处可见 只要你想走 随时都可以 到了阴间之后 我又该何去何从 阴魂的神色有了一丝迷茫 轮回 重生 只不过 那已经是来世 叶浩轩微微地笑道 我懂了 谢谢你 阴魂对着叶浩轩 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然后转身走向了 飘渺不定的通道 临走之时 他再次转身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告诉他 我很爱他 我叫王志军 阴魂犹豫了一下 然后转身道 如果再见到他 我会告诉他的 叶浩轩微微一笑 谢谢 可以的话 帮我替他找一个好的归宿 阴魂点点头 然后一步 踏入通道中 连同通道一起 消失不见 叶浩轩这才松了一口气 阴魂能主动回到阴间 这是一件好事 如果遇到一些顽固的阴魂 恐怕又免不了一场恶斗 要强行把他送入阴阳通道中才行 而刚才的阴魂显然是神志未失 否则的话 也绝对不会这么容易的 自己回到阴间 做完了这件事 叶浩轩这才觉得 今天的行医 才圆满结束 他走出殿外 关上殿门 然后便急离开 王铁柱 与方方在诊所中住 以王铁柱的警惕性 即使是不锁门 也没有小贼赶来这里捣乱 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 至于王铁柱部队的番号 叶浩轩从来不去问 王铁柱也从来不说 但从他恢复后的实力来说 绝对不是一般的部队 而这些部队都有保密性质的 所以叶浩轩从来不去问 夜晃又是几天过去了 算算日子 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开学了 中午接到林建业的电话 说是请客 在锦绣江南 叶浩轩将诊所交给刘云 便开着车 来到了锦绣江南的门前 锦绣江南的大门 依然是那么的豪华 叶浩轩停好车 给林大少挂了个电话 问清楚了包厢 便匆匆地赶了过去 赶到包厢的时候 林建业与周明 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林大少 我看你满面桃花 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老实说 叶浩轩一进门便大笑道 两人起神大笑 周明则是有些沮丧地说道 监人林 你怎么事事都料得那么清楚啊 你怎么知道叶浩轩一定能猜得到 莫非你们有奸情 滚 你才是己有呢 哥们这叫心有灵犀 再说浩轩是什么人 还能猜不出这点事情来 林建业笑马道 呵呵呵 一块帝王绿翡翠 明天给我送过去 赶赖账 我弄死你 显然 两人在拿叶浩轩打赌 而且赌注还不小 叶浩轩当下笑道 呵呵呵 先说好 这帝王绿翼 可得由我一半分成 没问题 林建业好奇地说道 说吧 是不是要结婚了 叶浩轩笑道 因为他一进门便看到 林大少满面的习气 这是主婚姻成熟的表现 莫非可怜的林大少 要我进坟墓了 哎 结婚早着呢 只不过 我家老爷子 为我寻了门亲 这不还没见面呢 不过以后大事 算是定了 不能像以前那样放荡了 哎 林建业哀叹道 其实林建业的那门亲事 多多少少 有些商业联姻的目的 对方也是一个大户 像林大少这种情况 要是说不服从家里面的安排 要寻找自己的爱情 这是不可能的 知足吧 也不知道哪家豪门千金 就要被你这头猪给拱了 周明哀叹道 你才是猪 今天陪哥好好地喝一顿 我听说那文家大小姐生活作风严谨 以后哥怕是没有机会出来玩了 今天这顿酒 就当是给哥送行的吧 哎 林建业叹道 文大小姐 文氏集团的千金 周明吃惊道 应该是吧 林建业笑道 哎 真羡慕你 能找这么个大家闺秀 哥可是没这个福分 叶浩轩哀叹道 拉倒吧 你不生在我们这个圈子 不知道有多幸福 市里的郁金香 未必会有野花香 不说了 喝酒 林建业不屑道 与林大少和周明一起吃饭 这两个货铁定又是 二锅头对瓶吹 叶浩轩早已经习惯 虽然现在他的酒量有所涨进 但跟这两个货比起来 还是差了不少 半瓶下肚 叶浩轩便向洗手间跑去了 将体内翻腾不休的酒气 强压下去 叶浩轩这才感觉好受了点 他洗了洗手便走了出去 然而他一眼瞥见一边的一名 身穿白色套裙的女人 在打电话 这女人赫然是萧海妹 萧海妹一副干练的样子 白色的套裙将她风雨的身材称得玲珑有致 惹得众男人纷纷侧目 萧海妹说完电话 正要回去 蒙不防地感觉到脖子一阵热气 她已经连忙转过身来 却发现叶浩轩面带笑意地看着她 你怎么在这里 小海妹又经游戏 上前挽住叶浩轩的手 朋友请客 你呢 不忙的话一起去 叶浩轩笑道 今天不行 为了那化妆品的批文 我在请食品药品监督局的一个副局吃饭 进展得怎么样了 叶浩轩笑道 还算可以吧 只是批文办下来太慢 我托人找关系 想快点让批文下来 萧海妹笑道 办妥了没有 暂时还没有 萧海妹摇摇头道 那老头子吃相太难看了 满足不了她的胃口 要不 我去找人帮帮忙 不用了 我想办法吧 牵着到棺面上的事 是有些麻烦 批文只要下来 其他的就差不多了 需要投资不 想起包厢里的林建业与周明 叶浩轩突然问道 你能找到人投资 萧海妹眼前一亮 那是当然 需要不 当然需要了 一个甩手掌柜 甩得干净利落 你知道我的难处有多大吗 首先资金问题 我把全部的身家压上 也不过两个多亿 这勉强够前期的生产 而且还有后期的宣传与包装 以及全国推广的问题 这点钱根本就不够 萧海妹忧远地说道 好了 辛苦你了 叶浩轩在她唇边一问 然后拉着她走到包厢 浩轩 你每次喝酒都临阵脱逃 呦 这不是萧总吗 林建业与周明 见过萧海妹几次 改天再喝 有一个投资 不知道你们两位有兴趣没有 叶浩轩小道 什么投资 两人都是商人出身 一听到关于投资的 立马来了精神 是这样的 前几天我弄出来一个 纯中药的化妆品 叶浩轩简要地将话说了一遍 现在资金缺口太大 两位 如果能投资的话最好 不能的话 当我向两位借的 投资 当然投资了 你叶大神医弄出来的东西 肯定能秒杀市面上的一切化妆品 林建业想都没想 一拍桌子到 好 我也投 需要多少 周明也说道 算起来 后期运营的话 却可估计在三亿左右 小海妹没想到 这两位大少这么痛快 金人林 你出多少 剩下的算我的 周明喝道 两亿吧 不够我再追加 林建业说 好 剩下的算我的 周明笑道 因为之前的赌食 周明确确实实赚到了不少 对他管理一项严格的老爸 这次主动放权 说低于三个亿的 他可以不用去请示 那好 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将公司的股份分配一下 大头是浩轩的 他占比百分之四十 我前期出三亿 有百分之二十 林少百分之十五 周少百分之十 余下的百分之十五 暂时不动 不知道各位有意义没有 小海妹笑道 没问题 两大少大手一挥道 这个 我一分钱没出 只是以技术入骨 这四十太多了吧 叶好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多 你这化妆品的效果 你自己还不清楚 就如周少所说 绝对能秒杀市面上 所有的化妆品 周海妹笑道 不用不好意思 咱们又不是外人 林剑叶向叶浩轩 甩出一个暧昧的眼神 叶浩轩马上感觉到一阵恶寒 连忙把林大少甩开 好 大家合作愉快 干一杯 几人举杯共饮 而此时 小海妹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拿出手机一看 马上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诸位 我要失陪一下了 那边还有一个饭局 如果那家伙吃相太难看的话 打电话给我 交给林大少处理 叶浩轩笑道 小海妹点点头转身离开 怎么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林剑叶凑过来说道 就是关于这个产品的批文 现在这方面卡得比较严 所以也顺带养住了一些混蛋 今天找到药监局的某副局长 吃相有点太难看 如果一会儿不行的话 就交给你搞定了 叶浩轩笑道 没问题 现在这公司可是有我的股份 林剑叶尖笑道 小海妹直接回到了包厢中 只见包厢中 一名五十岁左右的 秃顶中年男人 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小总可真是忙啊 把我这个老头子 晾到一边不管了 那中年人一见到小海妹 便有些不悦地说道 王局 真是不好意思 刚刚遇到了个熟人 一不小心多聊了两句 我给您赔罪 小海妹说着 举起一杯酒 一饮而尽 关于这个产品批文的事 还要多多劳烦 王局长您了 说着 小海妹不动声色地 推过去一张支票 那老男人的脸 这才好看点 她笑眯眯地说道 嘿嘿嘿 小总 客气了 别局长不局长地叫了 叫我哥吧 她瞟了一眼支票的面额 心中有些冷笑 她又将支票还给小海妹道 呃 现在关于药品安全的问题 国家卡得很严啊 不是我不帮忙 而是我爱莫能助啊 小海妹神色微微一沉 刚才她已经将支票 加大了面额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 着装朴素的老头 胃口竟然这么大 她笑道 我当然知道王菊的难处 王菊也要体谅一下 我们这些做生意的 生意难做嘛 而且我们公司属于初步阶段 处处都需要钱 您就通融一下吧 小海妹一脸恳求的神色 她微微地扶下身裙 只见脖子下边两个半球体高高的隆起 在灯光下透着迷人的光泽 这让那年近半百的老男人心中一跳 小海妹天生魅骨 一言一语 对男人都有着莫大的杀伤力 看着小海妹这一脸恳求的神色 她当下感觉到骨头都酥了起来 当下她的目光便有些不老实了起来 她凑近小海妹 将一只手搭在了小海妹的肩膀上 笑道 你们的难处我当然明白 我也不是不尽人情的人 只不过嘛 她的话突然顿住了 顺着小海妹的肩膀 便要向下滑 小海妹心中涌过一丝恼怒 她转身向后退了退 离她座位远了一点 盲局长的脸色中出现了一丝运怒 但随即这丝运怒 被冷笑代替 只要你想生产这东西 就有求着我的时候 我就不信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王局 如果你有别的什么要求 可以提出来 要不这样 我把公司的肝骨给您留一些 您看怎么样 小海妹压住心头的反感说道 这就不好了 我这个人呢 想来对钱不是那么看重的 倒是我有暧昧之心 像萧总这样的美女 我天天看都看不够 王局长心头的火 已经被挑起来了 她说话赤裸裸地不带着一丝寒蓄 她目光上下扫视着小海妹 仿佛目光已经把眼前的小海妹 拨光了一般 哼 王局的年龄 跟我的父辈差不多了吧 小海妹突然冷笑道 既然这货这么不要脸 那索性撕开脸皮好了 官场上忌讳自己的年纪 果真小海妹这么一说 王局的神色历时阴沉了下来 大家好 果为新书 都市超级透视 主角陈飞在鬼门关走过一趟 大难不死 偶然获得白衣道士契约传承 武术 医术 透视眼 通通都有 大热透视题材 吊打各种不服 欢迎大家收听评论